蜘蛛寺 想不到我們家的蜘蛛這麼的勤勞 欸 壁虎在幹嘛 趕快出來工作啊 最近有一個朋友問我 你知道鬼滅之刃總共有幾個柱嗎 我跟他說12個柱啊 他說不對 鬼滅總共有13柱 因為你就是那第13柱肥柱 來吧 全集中肥之呼吸法 由逆逆攻擊 快訂閱李沙醬 還有按下旁邊的鈴鐺接收通知 去練肥之呼吸啊 你一條運動幾次呢 答案是0 對不對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麗莎醬 現在每次都待在家裡啦 哪裡去不了 待在家裡不是吃就是喝啦 不然就是追劇 自從上市挑戰一日一餐的減肥 到現在瘦到56公斤之後 本宮就再也沒有瘦啦 實在太懶惰了是不是啊 所以我決定了趁著這段防疫 待在家的時間呢 不要浪費 好好的運用來減肥吧 希望21天之後我可以脫胎換骨 啊 想太多了 其實是要配合一天一餐 還有呢 21天的核心肌群運動 支撐我們身體驅幹的 主要的幾個大肌肉 一定要充分的訓練到他身材 才會變得更緊實 唉 像我就太懶惰了 之前還會認真的做一些塔巴塔 後來越來越懶了 不知道怎麼搞的 總之失敗和懶惰就會找藉口 今天這集主要是要跟大家分享 核心肌群的運動 也就是我會接下來 在這個21天裡面呢 每天都會執行 當然初期在訓練的時候 還是得看自己的體能 要是你跟我一樣同手同腳運動訓咖的話 那麼我建議你還是循序漸漸慢慢來 那麼一日一餐的部分 還是會維持比較接近生酮飲食 那想要知道生酮飲食是什麼 你們可以看我之前的影片 我有講到一些 或者是上網Google應該很多啦 反正就盡量把我們的一餐呢 糖分和碳水化合物盡量的減低 然後這個一日一餐呢 又省錢又不怕胖 不過這一餐呢 可以盡量吃飽 那麼這次呢 我會直接公開我的菜單和食譜 接下來的三集影片 我會記錄我每天的運動 還有公布我那一週的菜單和食譜 菜色的部分幾乎都是在家裡自己煮的 偶爾會有幾樣是叫這個外賣 也是要盡量選擇低碳水化合物 低糖分的飲食 瘦身的效果也會比較好一點 各位準備好了嗎 一起來全集中肥之呼吸法 我們幹爆新冠 記得在做任何的運動之前 都要先生長還有暖身喔 首先準備一張椅子 一般的餐椅就可以了 椅子的高度越低 難度就越高 兩隻手掌撐在椅子上 雙臂打直 收小腹提臀 全程都要收緊小腹才有效果喔 第一個動作頭看向右邊 抬高右腿盡量靠近左側的胸部 自然帶動臀部扭轉 放下右腳頭回正 左右交換 左腿抬起 盡量靠近右邊的胸部 此時頭看向左邊 這個動作左右腿各做30下 腰臀不用刻意扭轉 讓它自然的由大腿的動作帶動 從後面看起來 這位大腿呢 中康的通螺應該是很肥美 想要到身材變緊實 運動是不二法門啊 偷懶就沒救了 哈哈哈哈哈哈 第二組運動是開合跳 一個開合算一下 一回合總共做30下 做這個運動的時候 請用心繃緊你的小腹 效果最好 初期也可以一下一下慢慢做 等到上手之後可以把速度加快 可以在每個回合之間舒緩一下肌肉 再繼續做喔 第三個動作 雙手微微彎曲 有點類似像要做伏地挺身一樣 小腹收緊 屁股往內縮 大腿盡量往胸部抬 初期可以一下一下慢慢做 等到動作都正確熟練之後 可以加快速度 有點類似像登山跑的那個運動 小腿盡量往內縮 腹肌真的好痠喔 真的很滷欸 坐牙子現在就痠了 運動前和運動後 記得喝一些溫開水 還是要建議大家 在運動前後 避免喝含糖的飲料喔 終究我們還是要減肥啦 這系列的運動呢 每天可以多做幾回 一回合就是三個運動的組合 目前我是在挑戰 一天做20個回合 循序漸進的增加強度 截至目前為止呢 我執行這個運動 大概已經一周的時間 一方面自己想要實驗 到底核心肌群 與這個身形的雕塑呢 這中間的關係 是不是真的像人家講的那麼神奇啊 我想配合一天一餐的話 理論上小腹會瘦得比較快 我們在電視上看到一些 什麼電影明星啊 漫妙的身材 鮮細的螞蟻腰啊 其實大家都吃得非常少 人嘛 病從口入啊 吃得多也不見得是一件好事 反倒是現在有很多人 把情緒呢 發洩在食物上面 用吃來抒發自己的憂鬱啊 抒解自己的情緒啊 難怪在台灣胖子那麼多 像這樣子一直吃一直吃 心情越不好 然後看到自己越胖啊 更賭藍 吃太多東西 真的是一個地獄般的惡性循環 除非是在生長發育階段 否則是在沒必要攝取那麼多熱量 現在人又沒在種田啊 又不是每個人都到工地上班 像以這次台灣為例子 因為確診而往生的患者 平均年齡大約是60到90歲 而且幾乎都有三高慢性病 即便三高慢性病的患者沒有得到新冠 他們也得終身離不開藥物啊 絕大多數的三高和慢性病患者 都是年輕的時候吃出來的 想要追求健康和青春 我們還是得從吃的這個問題開始著手 下一集的影片就是上傳我第一個星期的 減肥運動還有飲食紀錄 記得訂閱李莎將 這支影片如果對你有幫助 也想一起減肥的話 記得幫我點個讚還有分享給 想要運動減肥的朋友 期待下集分解 謝謝